小蝴蝶 看她这么可爱 大家的表情管理立马失效 可是这个时候 一小票孩就举手发问了 妙妙 妙妙 这天也没下雨呀 你怎么还穿着雨衣呢 听听一看还真是 这小女孩真的不管晴天还是下雨 都穿着她的黄色雨衣 我的天不会臭吗 哎呀 妙妙听完就说啊 我是一个自从出生起 就被外星人诅咒的人 不能与人有身体接触 不管是谁 只要与我接触 就会遭受厄运 大家听完很是害怕 小学生就是小学生 大家起身说 哼 我不跟你玩了 果真 整个半季里 除了小跟班之外 所有人都不愿意和妙妙 开心了玩耍 小跟班仍如其名 成为了妙妙的小跟班 天天和她待在一起 一起值日 一起回家 这天玩心很重的妙妙 将入边的蜥蜴带到了学校 这玩意儿不通人心 一下就爬到了 趁在上课的女老师身上 黄色的蜥蜴 在女老师的白衬衣上 穿得十分美妙 但是女老师似乎不这么认为 她吓得精神尖叫 花容失色 一气之下 在妙妙的脸上揪了一把 帮小编想起了 点风扇开关 这一扭 妙妙倒是不要紧 反正我没看出有什么毛病 等到下午放学 女老师准备起车回家 妙妙叫住了女老师 并提醒老师注意安全 小跟班仿佛秀得了 微浅的味道 默默地躲在妙妙身后 鼓不起来 女老师在回家的路上 一不小心 栽进了狗里 亲了你个鬼 这个小屁孩 居然真的这么厉害 这件事情之后 妙妙的威名 语发响亮 没有人感动她 那天 妙妙心爱的蜥蜴 却意外不见踪影 这可急坏了妙妙 小跟班见重 立马跳进 满石尼的田里 开始仔细地寻找 雨点不断地露了下来 小跟班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继续寻找着 就算如此 小跟班最终 也没有找到宝贝小蜥蜴 两个人为了躲雨 在房间下 静静地坐了下来 妙妙第一次脱下了雨衣 为两人抵挡风吹雨打 看着他们二人 投靠着头的画面 小编仿佛看见了 爱情萌芽的样子 但是两人这一接触 可让小跟班倒了雪梅 第二天 妙妙不见小跟班踪影 了解之后才知道 小跟班回家之后 就长蠢子 妙妙认为 自己将不幸 传染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选择了安静地离开 一连几天没有见到妙妙的小跟班 特地用木头磨成了一只 木头蜥蜴 并将它交给了妙脸的小和尚 认认真真地嘱咐她 转交给妙妙 但是妙妙始终没有出现 传染间 十年过去了 两人碰巧在一条小路上相遇 出落得十分清秀的两人 用一种小编不能预估的神力 认出了对方 小跟班立即下车 与妙妙一起漫步在一片绿色之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两个人的感情 像是被打开的旧匣子 灰尘还是原来的样子 两个人一起打扫卫生 一起复习功课 一起压马路 黑影里妙妙扮鬼脸的样子 想起了青春 想起了爱情 为了纪念两人的重逢 两人打算拍一张合影 这张合影上 两人也离得远远的 就怕重蹈覆辙 拍完照片 妙妙提起想吃寿司 小跟班知道 这里压根找不到寿司的影子 小跟班连夜跑回家 特意做了一份爱心寿司 送到妙妙面前 情到农时 妙妙吻了小跟班 这再一次 让小跟班进了医院 妙妙心底泛起的内疚 再一次让妙妙 人间蒸发 又过了几年 进入职场的小跟班与妙妙 奇妙的再一次信邪前缘 不过妙妙还是要走 这女人也是 咋这么奇怪 这么作死 来到机场送别的小跟班 心中掩饰不住的伤感 妙妙没有登机 却是躲在了柱子后边 小跟班回头之时 遇上了一个小男孩 手里拿着 自己当年所做的木头蜥蜴 一问之下才知道 与妙妙所住的寺庙有关 她以死逼迫住持 才知道了真相 原来妙妙所说的被诅咒 与外星人要带走她 只是因为她早时 住进医院 不负责的医生 为其注入带有 艾滋病病毒的血液 致使其患上艾滋病 小跟班找到妙妙 并举行了一个送别仪式 背后荧光闪过 妙妙正式离开 自此之后 小跟班开始了 妙妙最爱的寿司视野 看电影时 小编一直不能理解 妙妙的所作所为 一直不辞而别 但是看完之后 小编才明白 所谓的不能与人接触 一旦接触 就会遭受报应 其实就是艾滋传染的预示 可谓是惊心不觉啊 或许妙妙对全世界撒了谎 可实际它是保护着全世界 今天的故事选自韩国电影 虚异 喜欢我就关注我 爱你们摸摸哒